把这个还捆在大路上 快点把它拿开 你这个臭搂头子 搂头搂头 把这个拿开 怎么听不见了 说什么 我叫你把这些东西拿开 我要去拿朋友家 好 快一点 怎么磨磨蹭蹭的在这里 这个路就这么大 你看 那路这么大 不放这边 谁要放到中间 我拿着 对不起 你干活是这样干的吗 那边那么大 我几十秒就行了 不是 打住了路了 等我一下 谁干活会把东西摆在这里 来来来来 放下来 放下 丢下去 真的是你这个老头 怎么那么蛮汉无礼的呢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公用的大路 给我拿刀钱 给我卖刀钱 我装错又拿回去销了 销材 我销水的 你装住 怎么搞好了 在外面装就行了 你怎么摆在这里 什么意思 刚才都没人走路 我等一下 我知道你过来啊 哎呀你还有你了 哥哥哥 别别别打人 别别 别别打人 别打人 哥 别别这样 你还有你了是不是 真的是 刚才没人走路 我终于是什么样 现在不用来人了 来我 哎哎哎哎 我样还不行吗 你们两个干嘛呢 你这个老头子 把那些竹子哄在马路上 都不给我们过 打喇叭他也不理 怎么回事 叔叔 他赶了时间 去男朋友家了 我赶那个猪 因为我消水 他没有人来之后呢 我装错 那不就他过来了 我刚想一样了 就我屌毛了动手了 打人 你不对就是要动手啊 还动手打人啊 在我们村里还要动手打人啊 没有我哥没打人 他乱说的 什么乐说 我们村的村民都不会乐说的 你看 这里都黑了 就是坏人变老了 我哪有打的 没打 那不是 你们两 两兄妹哪里的 我叫村委的呀 没见过我们啊 你看 车又来了 老是放东西在党是不是 村委那个 恶狗家的那两个是不是 什么恶狗恶狗 说话好听一点嘛 你老爸那时候不是叫恶狗吗 你以前的事我们不懂啊 我们老爸 比大一辈你这样叫 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 这个都就是这样叫 这样 你当个村长 还说话没数字 人家老人家在这里 放财在这里 就装一下车 为什么你们两个就等不着急呢 刚才你看到那么多车来来回回的 那人家能等个一两分钟 你们就不能等吗 我们不搬走人家走得够吗 我们做好事知道吗 还不是我们帮他搬走的 我们两宗卖做好事 我刚想搬他动手了 因为等10秒就可以停下 你们爷爷这么老的时候 如果说有年轻人这样打你爷爷 这样骂你爷爷 你们什么感受 你们什么感受 啊 是吧 你爷爷的时候 人家那些年轻人都是 酷帮酷度 人家哪里会像你们这样 哎呀他又在这里就 他又不是我爷爷 真的是 那不是 那你这样说的话 那你一边的话 我去推到你爷爷行吗 可以吗 我爷爷没做做事 你推怎么推 你随便推的 我爷爷 那肯定是你不对啊 那人家在这里等个一分多钟 不躲你多久的时间 你们还在这里 又打人家 又推人家的东西 你觉得可行可理吗 就要让他吸取教训 不要每次干活都是这样 哪里每次 我一年都不出来几次 我们村的那个文明村 怎么得来的 你知道吗 是共同努力得来的呀 这样叫做共同努力吗 像你们正在叫做共同努力吗 好像 要不要我叫你爸出来 别叫我爸 所以叫他 你叫他爸出来平民里 别叫我爸 有话我们在这里好好说 你就让你老爸出来 爸哪个爸叫你呢 是啊 你两兄妹 我问上你爸是怎么教的 别这样 别这样吧 我们文明村啊 遇到老人家应该理样才是 哪里像你们这样来到这里又丢东西又打人的 啊 说出去丢脸啊 哎呀村长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你们这样做 以后去到别的村 如果说这样做的话 人家有儿子的话直接叫出来 估计你们两个啊 走都走不里出那条村啊 哎呦我们知道错了 知错就改了 要不我们把他帮 把他帮上去 在自己村 横行屋里去到外面的话 你敢这样吗 敢这样的话 这条村里都不用回 不敢 不敢 年轻人啊 见到老人就应该理样一下 是不是 你们也会老 你爸妈也会老 可不可以这样 又打人家老人又把东西推了 哪里像你们这样的 那那些怎么办 这样吧 你们过就过吧 那个 你应该手没事吧 没有大问题 没有大问题啊 要不我给他这个礼品 当作陪你放弃吧 你愿意原谅他们吗 是说 对不起 对不起 不用了 不用了 算了 以后你不做样就行了 实在啊 那总长这个 这个这个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了 不要了 实在你不懂我 我懂你 你老爸我也懂 讲实在 不为了比半分你老爸婆妹的话 你被老人家能够欺负吗 你两个一起 拧着他 鱼囊里面喂鱼 以后不能做样 知道吗 不是我要你半分 你知道吗 不管去到任何地方 我们 作为年轻人的 见到老人都要你一样 好不好 你们来回去吧 以后不能做样了 你们两个陪你偷线就行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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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什么事就忙啊 好吧 那我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不能这样干了 知道了 多谢村长 什么叫文明礼样 好吧 计谋酥米的小事在这里吵半天 还要打人 你真的是 哎呀 赶紧回去 回去吧哥 回去吧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来师叔 没事 我们让他们过去 师长 他道歉 没事 我一同他脾气的话就麻烦了 是啊 个个都像这样的话 谢谢村长 谢谢村长 走吧 走吧 去吧